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10是凌驾于今天公检法所有司法体系 所有正常国家机构之上的共产党党务体系之中的 一个专门用来管制与迫害普通人的正常信仰的机构 他最邪恶的就在这 而我们所触及到的 过去时间所触及到的最典型的罪名 活摘器官 而中共有关活摘器官 真正可以控制到的最上层一定是610 他向政法委书记汇报 而政法委书记在中康的年代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管不了他这部分 他是最高领导者 所以他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意义 他表现在现任中共上层中央上层 动了前任中共最要命的 最掩盖的 最邪恶的那部分 所以他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的意义在这 因为从披露的时间 到我做节目的时间 只有两个小时 这个两个小时 西方的很多媒体 大家反应不过来 有点跟不上榻 腐败容易写 你到这的时候 这事就触及到完全 咱说句那什么话 颠覆原来江泽民整个体系 那今天呢 实际是共产党真正崩溃的过程 谁都无力可扭转 而为什么我曾经提到说 面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场面 大家退党退团退队 而握有权力的人 应该给社会一个宽松的环境 来迎接那无法预测 而必将到来的社会的崩溃呢 而李克强呢 大概在上个月 有个说法 说中国的房地产的失控了 这是香港媒体报道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一旦那样的事情真正爆发的话 今天社会一定有一个宽松的场面 来减缓社会每一个具体人的 这种压力下的冲突 这是今天中共上层当权者 应该已经意识到 而应该在做的事情 而想减缓这样的冲突 必须给每一个人真正人的尊严 网上篇文章这么说的 李克强内部会议上感叹 大陆房价已经失控 他引述了一个人 就是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 认为是这么说的 部分城市完成年度房价调控任务 基本上是无望的 而争铃杂志 香港的最新的一期讲 李克强在11月14号 服务院会议上讲 拿出了一份70个大城市的 房价成交报表说 坦白直说 房价已经失控 泡沫展没有破 不是福而是货 抑制房价措施都失败了 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 叫做张卓元认为 近两年中国房价快速上涨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 非理性上涨 说明靠行政手段 控制房价效果是有限 我跟大家的解释很清楚 中共的体制是放纵人的欲望 这样的体制之下 有些个别人会 绝对的握有权力的时候 他会把国家居为己有 会利用各种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欲望和占有的一面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放着白花花的银子 我不要 我缺心眼 对吧 搁谁在今天的中共体制下 都会这么想 这就是他根本控制不了了 是体制把今天的场面 给推成现在这样 不砸碎共产党的体制 这东西一定是在 有人说 你就唯恐天下不乱 我说你是老太太上鸡窝笨蛋 天下乱不乱 不是我说了算的 那么缺心眼啊 对吧 鸵鸟政策 乱了不是你得扛着吗 整个过程中 我就不乱 就不乱 你管什么用啊 这个有时候 就想那人说的话 就完全不理性的话 就是缺心眼的话 那文章内容 他罗列了很多具体的数字 我的说法 是今天中共上层的握有权力的人 他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将要发生的时候 他必须从 而这个东西是控制不了了 对吧 他就像自然的这种走向一样 他控制不了了 不是权力能够说了算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在另外一面 人性的一面 真正做人的尊严的一面 打开口子 废掉这个体制 这就叫顺应 真正天意 当这样的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会减缓压力 这是我们现实的场面 其实反过来 我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如果真正的快节奏的 非常快速的抢在这样 社会崩溃的这一点之前 完成了社会的整个层面的转型 人们重述了尊严 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可能这样的事情 真正得到缓解了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 我就说 这个我们看这个王羲之的电影 我当时只记住一句话 王羲之怎么也弄不出来了 这个这个这次练不出来了 问了一个女侠 女侠是耍贱的 女侠说 贱到再贱外 在武剑本身上 你找不到剑本身的道理 在这件事情上 在所有事情上 是同理的 在人性上 找出路 最新的爆料消息啊 这我们跟大家声明 这是最新的爆料消息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南京市委书记杨伟泽 涉嫌周永康案被调查 这是爆料的消息 这是在李东升确实被干掉之后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他是这么说的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因为卷入了周永康的案子被调查 他和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 给周永康的兄弟和妹妹 以及儿子输送了大量的利益 目的是在薄熙来夺权之后 罗志军做公安部长 周永康对此做了承诺 据说现在正在调查 其实相信真正的原因 来自于纪剑业 而来自于纪剑业 动的是谁呢 江泽民的家乡 纪剑业是在江泽民的家乡呢 任了八年的地方官 那江苏省就变成了江泽民 整个江家帮派系的本身的一个基地 那等于他们家老家了 那相信这样相应的关系 而不是周永康一个人承担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 你看到的概念就是一种卖的概念 要把周永康呢卖死 这是江泽民的和曾庆红的做法 如果你不信 同一时间的爆料网 爆料的另外一篇内容 是这么说的 同时间的爆料内容啊 这是这么讲的 徐才厚上周被软禁 习近平获得江泽民 曾庆红的支持 又来恶心习近平 这是很简很典型的 这是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三中全会之后 江泽民曾庆红改成爆习近平的粗腿了 那徐才厚被软禁这个消息 我们已经报道了 文章是这么讲 去年 说的挺远 去年2012年夏天 北戴河会议期间 江泽民和曾庆红无保留的决定支持 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 他们认识到 这是指 江泽民曾庆红认识到 周永康和徐才厚 不仅是巨大的贪腐问题 而且他们和薄熙来组织化 其网络遍布军队 安全和国企 以及一些主要省市的官员 如果不被完全 如果不被完全摧毁的话 他们会让整个国家颠覆 陶哥原来说过那么一个俏皮话了 这不算骂人 这叫放那个驴儿屁 2012年18大的结果 2012年18大的结果 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江泽民一手操办 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审引两个星期 北戴河会议是8月份 7月份8月份 习近平审引是在9月份 而在18大的政治局常委 七个人出来之前 耽误了50多分钟 网上确切的说法 是江泽民睡着了 所以没人敢出门 今天他反过来这么说 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后 他有什么能力 或者说反过来说 他有什么 真正的这样的大范围的 这种机会 遍布全国各地 掌控军队安全和国企 以及一些主要省市的地方官员 放这样的料 与其说 向习近平表态 自己支持习近平 反过来说 在未来的时间里 将会有更多的 隶属于江泽民体系的官员 被干掉 这个放料在先 李东升被拿掉在后 前后的时间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今天未来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场面 将踩着周永康的后颈顶上 薄熙来是这出戏的序幕 周永康是第一幕 因为他是这死老虎 我们后面看到是整体的变化 所以应该完全可以预见的 整个中共政治的政坛的这种大变动 在未来的时间里 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发生巨变 因为他要追上 那整个中国体制 经济体制崩溃的 可能崩溃的那一刻 那是人不能操控 其实人从来没有能够操控什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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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